进入亲子馆第一步先洗手再量耳温 检查婴幼儿身体状况 台中市枫园区亲子馆18日开幕 加上平林 南屯及月底即将开幕的北屯 已有四家亲子馆 台中市场林家龙的托鱼一条龙 主打疫区一亲子馆 提供0到6岁婴幼儿活动空间 以枫园亲子馆为例 一名儿童需搭配一位家长 每天分上下午两场合计5小时 采取预约12组及现场报名8组 重点是这些全都免费 一统计全台中市0到2岁婴儿有5万人 这些小主人翁的游乐设施呈选战焦点 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卢雄彦认为 亲子馆不够应结合运动馆释放婴幼儿活动力 主打盖亲子运动馆 但林家荣可不认同 校园里面我们也大量的更新 这些校园的游乐设施跟操场 所以我们都已经在做了 而且是应该是全台湾做得最好的 不是只有在二楼上 连楼上也可以玩 玩的东西并不是只有一个点 它反而是很多的点 所以小朋友他可以启发他的大脑 我觉得还蛮棒的 家长我们赞声不断 毕竟0到6岁婴幼儿活动范围不宜太广 需针对各年龄层区隔课程 反映市民需求最实在 欢迎讯会洪世成蔡敬林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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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